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录取的学生有将近一半是来自私立高中的 虽然私立高中总的enrollment学生总数公立高中要少很多 这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表象 你看到某某学生上了某一个私立高中 然后被Top大学录取了 但是有的时候从外面了解到的只是说他在考试成绩 参加的活动 人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比如有的人是legacy录取的 就是说他的父亲祖父 曾祖父都上这所学校 比如对小布什来说就是这种情况 有的人家里说不定学校捐了一座楼 有的人他可能是体育特长生 是校队的 最近中国申请人学生也有越来越多 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 我们看到我各个大学尤其是名校 对体育还是很重视的 美国大学一般代号 它是以毕业的年头来指代的 所以2019年入学的 预期在2023年毕业 那么这一批学生就叫class of 2023 2020年入学的相应的就叫class of 2024 那么2020年入学招生工作 现在还在进行中 还没有整体的统计数据 有部分数据以后会讲到 2019年入学的已经有一些数字 我们看一下 大家知道美国有所谓叫常青藤八所大学 另外像MIT和斯坦福 往往也被列为和常青藤大学并列 那么这些学校录取率都相当低 都在10%以下 有的在5%左右 康奈尔略微高一点 是略微超过10% 招的人数也多一些 那么这些数字网上也都有 那么根据学校公布的数字 我们有相应的表格 过后如果在PowerPoint Slide 以及其他的我们字公众号 大家显示一下 但是简单来说 这些大学往往都有几万人申请了 比如说像哈佛 2019年总的申请人数有4万多人 最后一共录取了1950人 所以录取率只有4.5% 其他学校或多或少的也差不多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总的申请人数和总录取 那么这个申请大学在美国可以分成两个部阵 一个是早生 一个是regular的申请 这个早生可以分成early action early decision 不同的学校不一样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早生因为一些原因 录取率实际上会高一些 对于有的学校 早生尤其是录取的 也是和学校有关系的 legacy的 或者是体育上多一些 那么2020年早生的截止日期 一般来说是11月1号 在我们录制这个讲座的时间 12月中旬 各个学校的早生结果陆续已经公布了 但是统计数字还没有完全出来 那么哈佛大学2020年年度入学的学生 early action录取了895个学生 那么申请人总数有6624个 所以这个录取率是13.44% MIT一共有9291个人申请 这里面学校录取了687个人 这个早生的录取率只有7.39% 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6792位学生被deford 就是说在早生过程中没有录取 但是在过后的正常申请中还会被考虑 另外还有1622个学生被直接拒调 那么普林斯顿前一段公布的早生结果有791人被录取 早生人数前两天还没有公布 但是去年录取率是13.93% 布朗大学早生录取人数有800人 这个申请人数有4562人 所以录取率是18% 这个是今年的数据 去年像达特茅斯College早生的录取率是20% 越多一点 有一位今年夏天做过intern的同学 Jesty 他被达特茅斯学院早生early decision录取了 另外此前几年以前在我们律所做过intern的 还有在MIT的同学 然后前不久也有 另外还有来自芝加哥大学 来自焦治堂大学 来自Swasmo College 来自Universal Virginia等等一些同学们 所以我们对于大学的动态相对还是比较熟悉的 也有很多来自这些名校的本科生在我们律所实习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早生的数据 简单来说对大部分学校 early action或者early decision的录取率可以是regular的两倍左右 MIT是一个例外 这个early action录取率低一些 这个和学生的选择可能都有关 那么我们在这里接下来更多的介绍一下 early action和early decision有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 early decision就是说我申请这一所学校 然后我就认定它了 如果学校录取我了 我就不能申请其他学校 我就只能去这个学校 所以对于学校来说嘛 这也是一个相当的commitment 比较确定 所以呢 一般会认为录取机会稍微高一点 当然如果学校没有录取这位学生呢 那么双方互不相欠 还可以继续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early action呢不是这样 是学校方面说我录取了你 但是呢你仍然可以申请别的学校 在接下来regular decision的阶段 过后再决定会不会来我这所学校 那么early action是不是完全就随便申请呢 也不是的 有几条规定 一般呢大部分私立的顶尖的学校呢 规定early action呢 只能申请一所私立大学 不能申请其他的私立学校 因此呢比如说你想申请了哈佛 YMIT 斯坦福 普利斯斯顿 耶鲁等等这些学校中任何一所 那就不好申请其他私立大学的early action 这个呢和后面regular decision阶段不一样 后面阶段你可以没有什么限制 可以想申请多少学校 只要你忙得过来都可以申请 所以呢这也是early action录取率高一点的原因 因为申请人呢在申请阶段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但是呢限制呢不是那么死板的 因为你不能申请其他的私立学校 但是你还可以申请公立学校的early action 美国有一些公立大学也是很好的 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 弗吉尼亚大学呢一般公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 和它处在同等位置的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UC博克利 然后呢有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密歇根大学 有Mission 这些呢都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 如果愿意呢可以同时申请 另外呢有一些私立大学没有这种限制 就是说呢你可以申请我们同时申请别的学校 比如芝加哥大学 还有比如CowTag加州理工 我的女儿呢也申请了芝加哥大学 目前呢他们还没有公布取信息 但是他们呢有时候对外州的学生啊 希望更确定说这个学生呢会来芝加哥大学就读 那么Early Action和Early Decision呢并不是每个学校都同时提供 大部分学校呢都只提供其中的一种 因为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原因 可以说Top的学校呢提供Early Action 因为他不怕你说的录取了以后不来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呢提供Early Decision 这样的话呢学校可以说 避免说啊你只把我们当作备胎啊 保底的 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等等一些学校 然后提供Early Decision 那么也有一些学校两者都提供 比如弗吉尼亚大学呢原来只有Early Action 但是从近年呢也开始提供Early Decision 一套系统 为什么要在regular申请以外另搞一套呢 这里有一些优点 对学校来说呢 避免浪费名额 你早就录取了这学生 然后呢可以更好的应用名额 对学生来说呢增加一次录取机会 早生有的时候如果录取啊 可能在后面呢就可以减少双方 浪费时间精力 另外还有一些学校呢 还提供第二轮的Early Decision 这个呢就更具体复杂一些的情况 好那么学校提供这些申请的这个程序机会 那么我应当怎么选择 说哪些学校是适合我的呢 这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那么一般来说呢和任何其他的选择一样 可以分成三类 英文呢一般叫Reach Target和Safety Reach呢就是理想的学校 比如说成绩比较好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那么可以考虑呢理想的学校 那些Top的 MIT 哈佛 Yellow 斯坦福 布林斯顿等等 比如像我的女儿呢 这个早生的Early Action 她已经被其中一所MIT录取 接下来呢一般来说只要考虑同一档次的 其他几所学校就可以 Target 比如说和本人情况相符的呀 这个可以叫目标学校 申请了前面一些Top学校作为这个Reach的 还可以申请其他的藤校 以及相当的名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不仅仅是八所藤校 其他的Top学校 像美国很多的大学呢都可以有很好的机会 克林顿本科上的是乔治城大学 但是成绩很好 那么后来得了罗斯奖学金 上了一个武法学院 然后后来成为了美国的Top 那么我们另外呢还准备申请过 在选校的名单里面有本周的其他一些学校 像弗吉尼亚理工 威廉和马力学院 还有加州UC系统的这些学校都讲到 这些呢本来都是准备在Regular DC的阶段申请的 但是现在既然已经被一所很好的学校录取了 就不一定需要在Regular阶段 在申请前面说到的这些Safety学校 选校呢那你不能光看排名 对吧要看综合的情况 比如对我们来说呢 因为像乔治城大学 作为一个很好的私立子学校 距离我们很近 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来加近一些 所以呢在同一档次的 比如说西北大学 范德堡大学 Emory大学 Rice大学 以及一些文理学院 对我们来说个人的情况呢 我们一般就认为就不需要了 因为已经申请了至少一所这方面的学校的这个位置 那么说到学校的地理位置呢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了是吧 东部西部南部各有不同的优点缺点 那我个人的经验和偏好呢 就希望呢相对来说在大城市附近 在美国华人比较多的城市 就有那些呢 比如说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旧金山 华盛顿 博士顿 休斯顿 西雅图 费城 亚特兰大 圣叠戈 这些呢 都是美国华人比较多的城市 对于留学生来说 可能机会比较多 当然也有些人呢 希望在比较安静 一些地方呢 可能更容易全身心的学习 这个呢 无所谓 对错 就看适合你的就好 那么我个人的感觉观察吧 就是中国学生 这个大学本科生 比如在十几岁 二十来岁的阶段 在这个成长啊 生活自理啊 这些方面呢 和美国本土的学生相比呢 有的时候要稍微慢一些 这个呢 一样同样没有对错好坏之分 就和家庭环境 成长环境的有关 这个相应的呢 年龄不大的 中国学生 十几岁的时候 在大城市附近 生活方便的地方 对他们来说呢 会有更多的好处 前面我们说到了 这里再强调一下 不能光看学校的 所谓排名 排名呢 是artificial 是人为的 那么认为呢 这个档次相同的学校 排名的所谓细微差别不大 那么比如美国 所谓前十 前二十 前三十 前五十 前一百 等等啊 这个呢 这算是不同的档次 那么在同一档次内呢 这个学校说你分出 这个学校排名第23位 另一所学校排名第27位 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 认为这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么前面说到呢 在美国大学呢 也有这个转学的机会 比较奥巴马呢 曾经从加州的啊 叫西方学院啊 转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读完了后面的本科纪念 我们也听说过 有一些例子 一些中国学生 由一开始在社区学院 后来呢 转入到美国的各种不同的大学 包括像 UC博克里这样 很好的大学 另外呢 当然这个你是申请本科生 研究生 或者叫professional school 就法学院 医学院 商学院 然后或者呢 是这个博士生 或者工作 访问进修等等 这个在不同阶段 要考虑的情况不一样 能够得到的机会 也不同 这是很自然的 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教训 当然是从中国申请 那个时候嘛 对美国大学呢 了解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相对来说 还算比较幸运的 马里兰大学 录取了我在华盛顿附近 我感觉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适合的 从此以后呢 就在华盛顿定居下来 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那么在申请法学院的时候呢 一样法学院理论上 是很讲排名的 但是这个呢 也有地区综合考虑 比如在我们华盛顿地区呢 所上的乔治城大学 法学院应该算是 这一带最好的 那么当时呢 也曾经考虑过说 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院好像更有名 但是呢 要和家庭分开 总体来说呢 现在回头看 幸好没有去 要不然的话肯定不值得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 需要补充 就是说呢 对于你感觉 说我不一定会去 甚至不太想去的学校 这个呢 也可以考虑申请 这样呢 你可以避免变数 举一个例子 比如很多人想 就原来说 我想上弗吉尼亚大学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match 那么不来上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前不久阶段 弗吉尼亚大学篮球 得了全美国第一名 这一下呢 有很多学生 全国的范围的增加了知名度 然后他们就会考虑来申请 结果呢 我们感觉 现在这个UVA录取 就比以前变得更难了很多 所以这个你在当初规划的时候 都不一定能够想到 像会有这种情况影响到学校的录取 所以呢 你需要综合考虑 Safety这样的安全措施 那么这样呢 还可以增加机会和灵活性 这个我也有自己的教训 申请法学院的时候 我只申请了教职堂一所 反而觉得说很简单 酷 你那录取我了 给了一定数额的奖学金 我觉得给的少了 希望多给一些 你说我们就给这些 你爱要不要爱来不来 我只申请了这一所学校 所以没有其他的这个 Bugging的机会啊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灵活性 所以呢 这是我自己的教训 大家也可以相应的看到啊 应该就是说 怎样来更好的筹划规划 同样呢 类似在我在毕业以后 找工作的时候 也面临过类似的情况 那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也有所谓的排名 比如说前100 有50的 有70的 一开始呢 上学期间申请实习机会的时候 当时也想到说 尽量就去 把所谓排名高的 所以呢 当时有一个排名 可能30多的律所 去那里实习 然后呢 就回绝掉了一些 排名50多70多 去了以后呢 实际上感觉 没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同一个律所的 不同城市 还有办公室 这个要看呢 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你的上级是什么人 你的同事是什么人 等等啊 这些很多呢 比一个空洞的 简单的排名 要重要多了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律所 排名在美国 前50 是吧 看着呢 很好 结果有朝一日 突然就解散了 这个我 曾经目睹过 不止一次 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一方面 也让我们看到 排名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 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你不能仅仅考虑这一点 放宽 要选最适合自己 那么这个话很容易说 很空洞 怎么叫最适合自己的呀 我怎么来判断啊 一定程度吧 就像选择朋友 或者恋爱一样吧 对对方呢 有更多的了解 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 如果有机会呢 你可以访问学校的校园 可以感受这个学校的气氛 这个我原来觉得 好像也用处不大 你去学校 就和逛公园一样 这有什么用呢 后来我去了一些啊 前面说到的很多名校 然后在过去一两年里 孩子呢 都去访问过 感觉呢 还是有用的 因为呢 会有在校生 给你来介绍 一个叫Commerce Tour 带你呢 在校园转一下 不光是指着说 这座楼有什么故事 还会讲到呢 关于学校的风气 学校所注重的一些地方 这样呢 你会看到 那个学校呢 是否适合 另外呢 学校招生官呢 也会有一个 叫这个Information Session 他会讲一下 介绍一下 学校在录取的时候 考虑哪些内容 可以有针对性 还会介绍呢 学校比如说 为学生提供 哪一些学习的条件 这个学期制度 怎样制定 选课是什么样的规定 所以你也可以更好地看到 这一所学校 是否适合你 比如有的学校 可能适合工科 有的学校 更适合文科 山科 有的学校呢 是通财教育 都有一些不同 我个人感觉呢 另外去学校访问呢 对于增加士气啊 这个叫正能量 心理呢 应该也还有一些作用 我自己呢 每一次去学校校园的时候呢 都能够深切感受到 这些学校呢 都非常希望 每一个学生都成功 有一个相当友好 友善 积极的这么一个态度 我个人的感受吧 就是说 在美国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这样的正面的感觉呢 主要是在两处 一个是大学校园 另一个呢 是在医院 访问这两处地方呢 都会感受到 在那里的工作人员 的善意啊 然后呢 他们都非常 能够热情的提供帮助 那么 除了去这些学校以外 或者说 我不可能每一个学校都去到 不一定有这个条件 或者我在美国以外 也不方便去 那你还可以看学校的网站 现在嘛 有视频 然后呢 也有文字介绍 然后学校呢 也可以寄来 他的这个打印出来的介绍 呼出他们的亮点 另外当然也有第三方的网站啊 来介绍学校的信息 那么 在你提交申请以后呢 一般还有这么一个面谈啊 这个中文网上呢 有的时候这方面也 强调的比较多 有的时候啊 我是某某学校的面试官 这个学校嘛 这种工作呢 因为他也是 给大家作为volunteer 义务来做的 比如说你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正好在某一所城市 这里呢 有申请人 那你相应的呢 这也是为学校做出一个 回报的一个工作啊 那么当然这个面谈的时候呢 interviewer留下的印象 你怎样表达自己 怎样展示自己 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呢 也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每个学校啊 也不一样 如果说你在美国以外 有的时候没有直接的 这叫当面的面试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网络啊 这个远程这样的交流 那么再说一点呢 关于这个申请的方法 那么过去嘛 你可能是hard copy 要填表啊 然后要邮寄 这个现在嘛 这个科技时代 现在呢 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美国大学申请呢 最有名的呢 有一个叫common app 那么大部分学校呢 都通过这一套系统 这样呢 你只要填一份表格 写统一的一种assay 就可以用在 大部分学校的申请中了 方便 这个也包括很多名校 但是呢 一些名校有的时候呢 还有这些学校 自己的补充部分 你对我们这个学校 一时是怎样的认同的啊 你为什么要申请我这所学校 是吧 以及还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对于申请人个人的背景 偏好 性格 将来的发展的打算 等等问题 前面说到呢 大部分学校用这样的系统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比如说呢 加州的学校 另外自己有一套系统 但是优点在于呢 加州学校有很多分校 是吧 有的都很好 你知道呢 有UC Berkeley UCLA UCSF等等 还有呢 Santa Barbara 有ERY 有UC Davis 那么所有这些学校 你可以选择 申请不止一所 加州大学的分校 但是呢 只要填一套 加州大学的申请系统 就可以了 另外呢 MIT也有自己的 这个一套 申请的材料 和这个Combin App 有一些区别 好 那我们这一个讲座呢 在这一系列里 本讲座就讲到这里 下一部分的内容呢 会讲到 在高中阶段的选课 亲身经验等等 那么 以及参加SAT 这样的标准化考试 还有呢 会讲一点关于数学竞赛 AMC8 AMC10 AMC12 如果有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